半夜咳 清晨咳 症状是过敏 气喘 多半无痰且干咳 分享我的心路历程真的很可怜 我从小 我就是要用那个蒸喉气 就是会有水蒸气那种 每天就是在家里一直蒸喉咙 然后还是还要含在嘴巴里面蒸 就让那个蒸气直接对嘴巴 然后小时候 你们刚刚讲那个喷剂 因为我真的是咳到气喘 就是我真的气管不好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家有超级多 大罐的食盐水 然后 然后 蒸桶当然没有那个蒸的头 就是只有那个蒸桶而已 还要吸那个食盐水 然后从我鼻子灌进去 就整个把 对 就洗我的鼻腔 就是我从小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好痛苦 就是我已经习惯到 我还之后自己可以拿那个蒸桶 这样 这样两管然后把东西吐出来 就我已经习惯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因为我以前太常 没有表演 对 我的专场是洗衣服的 什么的 就是已经习惯到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除了喷剂也没有用 因为我就是会喘嘛 然后你晚上真的没有办法 像长大之后 其实到我运动之前都还是这样 就到我接触运动之前都还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除了喷剂之外 你可能还要吃药 然后像我老公可能也会想办法 比如说买层药或干嘛 就是自我的咳嗽 我觉得蛮妙的耶 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改善这么多啊 运动自白病是真的 其实说实在我本身小时候 我气管也不好 我去当兵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兵之后 每天操 操完之后我发觉我身体就真的变得很好 从从此之后我开始退伍之后 我就开始那个跑半嘛 所以我发现说其实运动这个东西 尤其对呼吸道 基本上其实运动是有它的帮助 真的 而且特别强调说 为什么你对冷空气会过敏 因为你的身体就不习惯那个冷空气 当你开始跑步 跑久之后 你又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冷空气对你来说 真的没什么 就没什么 习惯 就习惯 因为以前像到这种要变天 我绝对逃不了感冒的 对 但是我现在真的运动开始 真的好多年都 身体都很美好 你要想上一次用健保卡 什么时候你想不到 我上次用健保卡的时候是几天前 真的很常来开门 因为以前是你只要一变天 你就会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当你开始正常运动的时候 你会想说我上年是看医生 是什么时候 好像两三年了 对 真的 所以其实 算了 跟他们讲都没有用 那你会不会去健身房 就在里面留在一起 我可以补充一个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做了很多的检查 那我的医生他看到我的肺 假设肺是这样 他说有一部分已经 就是 因为被压扁之后 你的症状一直都没有痊愈 所以他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要好的话 你得靠运动 用有氧把它再撑回去 否则他其实平常就长这样 所以你就很容易 因为支气管被压缩而过敏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扁他 因为他 我们常说我们肺部很特殊 它是个呼吸道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万一你一直慢性地 一直发炎之后 就会有一些叫纤维化 纤维化就会限制你 肺部的一个扩张 这时候你的肺功能就会变低 那这时候你只好靠运动 增加帮他撑开 帮他撑开 所以为什么说运动 喜欢运动就觉得越运动 他整个身体状况越好 那你越不做的话 你就越缩越缩 你的肺就越来越缩 你可能以后 变成爬楼梯走路 你都会喘 那挺胸可以吗 挺胸有用吗 挺胸是最基本款的 挺胸是运动的 那医生需要腰呼吸 训练呼吸就是 可能会是死不运动的 你怎么做 其实训练呼吸跟挺胸 基本上 甚至你说练了什么 护士呼吸 那都是叫基本幼稚园款 对 你要做到什么 有氧 为什么叫有氧 你要会喘 要像有队 这样提升 算 他们不懂 你讲到后面 就要做一集了 你讲到后面会觉得有点生气